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台海的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就很关心说 陪洛西来台湾 今天有华游的最新消息 就说这个陪洛西来访台 会不会引爆台海的危机呢 而传出来说 美军竟然考虑派战机 跟航舰来护航陪洛西 哎呀那不是把我们台海 这边搞得更紧张了吗 如果连美军都要派出航母 或者是航舰过来的话 那中国大陆会没有动作吗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金融时报 它也讲说 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 来警告白宫啊 最近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动作 挺多的 在7月17号到7月20号的时候 正在南海进行军演 他们是派了数十架的战机 飞到南海来进行实弹演练啊 包含了039D这个新潜舰 也悄悄的服役在这个东海舰队 那他负责的就是台海 那美国的媒体也曝光了 他新款的五代机啊 这个在山东舰上面要先行使用 那实力还可以碾压大黄蜂哦 据说现在已经涂上了灰色的迷彩 那机头上面还有军灰哦 那这个殲-15的升级出 升级然后这个弹射版本 可能也会装备在福建舰上头 另外大家也发现到说 中国大陆在南沙的人工岛上面 现在是不是也派驻了 永久性的一个救援部队哦 所以其实代表说外媒对于 中国大陆在南海啊 或者是南沙这边的动作 都十分的关注 他们可能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所擦枪走火 那另外我们也看看中国大陆 他有释放出一些画面哦 比方说运9跟C919啊 都接连释放出来说 有大象漫步的画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运9哦 这个是央视所公布出来的画面啊 他是说这个其实就代表着 像是这个空中运输机 空中高速公路的角色 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啊 展现他的作战能力 然后投送一些这个物资啊 到目标的区域 然后航空的运货啊 还有空投空降这些任务哦 所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军力 另外跟大家所瞩目的 就是这个C919 C919他们现在最新的啊 因为大家前一阵子都在讲说 C919是中国大陆要自制的 这样的一个客机嘛 现在他有六架的C919 已经全数完成了是非哦 而且他们现在是用收官 来展现这个大象漫步啊 目前已经有28家的客户 815架的订单 预计在2023年会进入商业飞行 而且呢这次的大象漫步啊 还是用这种军事上面的一种动作 比方说他们是用最小的间距 首尾相连这样大规模 这个群体化的一个 类似像是这种军事上面的开场仪式哦 等于说也像是一个展现军事实力的方式 来公布出来这样的画面 就代表说我们中国大陆也可以自己做得出这个客机 甚至用大象漫步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哦 那所以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米利哦 也有翻译说米利的 他说中国大陆的军队现在变得更咄咄逼容 好像把中国大陆形容成疯狗 就说哦很咄咄逼容 但是呢他说这个解放军哦 在过去的五年 攻击性跟危险性都大增啊 当然这个是美国方面的一个看法跟说法 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7月24号的时候 在钓鱼台海域发现了两艘中国的海警船 这是从4月16号以来 已经连续100天进入了 所以的确现在在我们的周遭非常的不平静 但这样子时空下 这个裴洛西还是要来台湾吗 真的是会再挑起更紧张的神经 另一方面这个美国跟韩国 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 军演要恢复野战训练 那说不排除跟美国的海军航舰 有打击群的一个合作 举行两栖登陆跟海空的连演 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韩国的防长李中宪 他也计划在本周来访美 那跟这个美国的防长奥斯蒂 将会来讨论一下 如何增强美国拓展威慈的可能性 那韩国的外长另一个动作呢 就是他们兵分二路啊 韩国的外长就是在7月18到7月20号 要访问日本 要来拜会日本的外相林芳正 跟日相岸田文雄 所以双方面都可以展开 这样子相关的合作 就是美日韩 他们可能在军事上面都会有所结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日现在他们自己经济上面也出现了 二加二的首次会议 日本的媒体透露出来 他们说大概是在7月29号就要来举行了 所以他们从军事上经济上要绑得更加紧密 冲着谁呢 冲着就是中国大陆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不用害怕解放军了呢 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是谁啊 他其实就是战略智库兰德公司 他有公布这样的一个消息 他就说中国大陆的两栖部队 还不足以登陆台湾 他是说其实从1996的台海危机以来 这个第73军团恐怕还没有办法 具有登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战经验 跟这个实际的作为 所以他说现在还不足以登陆台湾 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 1996到现在会不会又有其他的演变 他没有特别提到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作为一个评估就好 再来看到我们这个汉光演习 这个今天也看到我们要仿乌军来挖战壕 而且罕见的用士兵来模拟跟共军的城镇战 这是仿乌军抗俄的守土模式 在敌军进入的巴里前 秘密挖战壕 而且在城镇模拟部署这个刺针飞弹 甚至还一路重装部署这个三具标枪 那因为美国的前防长艾斯培就讲说 台湾应该要打造这个强大的国土防卫队 就像是乌克兰看到的 他所以就是把我们又跟乌克兰比拟在一起 那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前国安会秘书长 他就讲说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怕打仗 那所以其实看起来 现在艾斯培一直在拱火我们 我们现在都已经变成要打城镇战 这样子的一个备战措施了 我们先问一下蒋军 那我去先从汉光讲起 难得讲1996 没错 1996我就在国安部搞这个 那个时候的确中共的登陆兵力是不够的 现在多少年了 对 而且台湾的战争很明显 一开始就是海空决战 导弹 飞机 对不对 飞弹 这个打完的时候 我们已经所剩无极了 那你剩下 你说登陆 我们现在的陆军也说编了 第二个汉光是要找出一个有效的 海上拦截本土这个滨海决战 你要弄到城镇作战 那就是全体国民语如邪王 那个是兵家也不能这样主张的 军事家也不会这样主张的 那国家领导人更不可以 因应美国人的要求 美国人是希望你消耗中国大陆 你死的越多 解放军死的越多 这种是不怀好意的 真的 不是为台湾着想 那天汉光演习我看到 你挖战壕 挖战壕是 临时战争爆发的突然的时候 赶快挖 那个是应急的 你不能说我们现在中共还没打 你有充分的时间 水泥碉堡为什么不盖 地下坑道为什么不盖 飞在那个地下掩体为什么不盖 那个才叫战场经营 挖战壕那是表演性的 你看 这样打到我临时打来 我临时一两天把它挖出来 那个抵不住重兵器的攻击的了 那个抵抗力比较弱的 所以我讲 那天还看了一个画面 淡水河口 拿那个汽油桶用绳子穿起来 那叫什么 那是民国58年 那个是叫克难战 克难战法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 我当排长的时代 而且汽油桶能拦得住 人家军舰撞进来吗 你上面放爆裂物 人家不会用枪给你扫掉吗 你怎么会想出这种点子来的 这是我的想说 哎呀我又回到我年轻时代 我当排长 民国58年的时候 所以那天我还打电话 问以前的老同事 我问那个叫什么战法 你忘了 那是我们克难时代 所以讲起来 这个作秀也做得太离谱了 真的好好实实在在 面对中共的威胁 你就扎扎实实 把战场经营做好 部队训练做好 不能病急乱投医 四个月的兵也去搞战车 那不是搞死人了吗 是 所以这个环境变了 我们真是还守旧 守到六十年前的东西 第二个我讲 韩国跟美国延续 韩国你有什么威胁 你要跟美国联合延续吗 难道说你要跟日本抢了个独岛吗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美国逼了他 因为他能威胁中国大陆就是渤海湾 韩国跟中国大陆就是中间渤海湾 一水之隔 但是问题韩国愿不愿意参加 现在美国都是逼着 所有各邦联邦 所有朋友在那里表态 搞这个演习搞那个演习 第三个 中国的这个舰载机 已经在山东街上完成舰载的训练 部列了 就是编入战力部队 另外他的这个C919 我跟你讲 西方能控制他的只是航权 让人认不认可你进来 但中国大陆本身就有两千多架的内需 这种C919 广是应付国内航线 他就有市场撑了他 那航权是将来慢慢谈的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 何况他是跟这个空巴是合作的 那波音将来就面临很严重的挑衅了 你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 又助长了空巴的竞争能力 空巴又支持了中国的民航飞机 所以这个讲起来 是美国五大军火商里面 第一次吃毕业的事情 那个裴若西就更滑稽了 在他个人立场 他当然希望来 因为是毕业旅行的 以后来就没那么值钱了 那他今天拜登的话听不听呢 还在摩一两可 你是白宫 我是议会 我不一定要屈从你的 但是鸽派的讲 去啊去啊 这就逼中国 你中国放大话 你要激烈反应 你拿什么东西激烈反应 就测试你的底线 这是搞得中国大陆也很为难 我扮非要不要做危险动作 还是不扮非 是认怂呢 这个情况拜陪若西 你可能妨碍到拜登的拜席会 你也逼得美国正早出手去挑衅 也逼得中共大陆 要不要做强烈的反应 这个是蛮危险的 你只为了你个人 所谓我毕业之前 我功成名就 对不对 去演个奖 而且一向我就是支持 支持这个反对中国中俄的 这个就是你占了你私人考量 你并没有为了美国的大局 跟未来战争potential的威胁 你做出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相信他来不来 还未定可否 好 我们请接着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杨老师真的认为说 这一回如果陪若西真的来 美军真的会派出这样战机跟航舰 来跟着他 护航他吗 跟着护航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一定会 但是会不会如裴洛斯一说的 把这个座机给打下来 那不用担心了 那美国也会不会派 就是航空母舰护航 也不会 因为那是 那就直接的挑衅 而且国会议长出访 还没有到达那个层级 那我觉得其实 现在拜登已经讲得很明确 他说军方反对 军方反对两个意涵 其实是他 第一个是拿军方当借口 其实是整个拜登政府的评估 不赞成 陪若西在八月来 第二个是军方真的有表达 那我觉得两个都有 因为最近美国的军方的国防部长 跟他的参谋所长 都有跟中国大陆 国防部长叶凤和 跟你做成见面过 那其实也都在建立 那个护栏 也就避免这个意外的事件发生 那好不容易 护栏也许开始在有这个管道了 突然你这个一访就完全毁掉了 那更不要说可能会有风险 那这个风险是什么呢 我觉得风险不是说在攻击他 还是半飞他 那个都不是重点 因为中美之间 大概有那种 就是说 彼此知道有一些红线不能跨过 但是会不会加大 在台对台海的这个军事动作 他在台湾的时候 以及他离开之后 而且可能会将来这个特例就成常态 就成惯例了 尤其比如说军机落台跟跨越中线 过去我们看 都是在一个特定的事件的时候出现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 他就变成一个这种固定的模式 就变成所谓的惯例 就变成常态 那台海的 我们在台湾的台海的这个军事空间 就进一步的被挤压 同时呢 发生意外的事件就容易发生 这个其实在台海 军事安全稳定层面 是很严重的事情 上一次美国的那个卫生部长 来台湾的时候呢 就第一次这个军机 就是跨越中线 对 然后呢 这次如果同降 我就一定会加大这一步 也就是你一长来 那我就对台湾的军事整个紧缩 你台湾敢上去跟他做直接挑衅吗 也当然不会 他也没有进入到我们领空 他可能加大编队相关的这个烙台 甚至干脆就烙台一圈 然后呢当然会不会进一步的 制裁两岸关系 因为到台湾 这个蔡英文政府要接待他嘛 蔡英文政府 接待他怎么讲话 然后呢他待多久 这些东西都会引导到 变成就是说 北京会不会对台湾 采取一些这个进一步的动作 不再只是石斑芒果了啦 那样子的话 两岸的关系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上半年了 一到六月 我们台湾赚中国大陆的钱 顺差八百亿美金 去年是一千七百亿 预计今年一定会超过一千七百亿 你还要赚吗 第三个当然最重要是 整个中美关系 就会进入到停滞 对 因为习近平在十一月 十月要举行 就是十月十一月 这个二十大 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 Nancy Pelosi来 被要绑民主 其实他是在为他的民主党 在做竞选 那可是他现在国内 华盛顿邮报有个说法说 你不能不去哦 你不去等于是 你的行程被中国否决 这个就是有一点在戳了 就让我想到波顿了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说他跟川普谈话的时候 川普跟他说 台湾就是笔尖 中国就是那个大圆桌 他拿这个笔尖要去戳那个桌子 但是重点是这个桌子 所以我们就永远是被当作 抗中的笔尖吗 台湾 是不是 因此我觉得其实他来台湾 当然会造成整个八月风云 非常紧张 我觉得这个风险一定要考虑到 但是并不是说 台湾怎么会人家来 你不欢迎 怕人家来 要这个北京来决定 你为什么不放大视野 理性务实 台海的和平 跟台湾的发展 是 是共同的 拜登都了解 我觉得 佩洛西应该而理解 我个人猜测 他八月可能不一定会来 找别的理由 再被确诊 但是呢 这个风云就会变成一个 很不确定的因素了 好 问一下有志哥 佩洛西会不会来 我觉得 当然大家现在都在想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是我在想 你从四月份那个时候 突然之间 来了不来的借口是确诊 那时候已经有人说 这个是政治确诊 外交确诊 那这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再提一次 所以很多人说 拜登跟那个佩洛西 根本拜登管不了佩洛西 他只是80岁的 那个要退休 然后在这边自己 那个 也不是说老人家 就是 反正我就是最后一任了 你想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 拜登是外交体系出身的 他有那么简单吗 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佩洛西 正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 会不会两个人 在唱双簧 唱双簧就有目的了 我觉得台湾很危险 已经是事实 为什么 这一个半月 这一个月又二十天 你去算看看 美中两个国家 对谈了几次 五次 才短短的五十天 等于每十天就谈一次 你还记不记得六月十号 魏凤和跟奥斯丁 跟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的互呛 你还记不记得 不习一战 就那时候说出来的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第一次 这五个月 再来六月十三号 杨洁篪跟苏立文 又讲了什么 台湾问题 台湾危险 台湾危险 再来七月五号 刘鹤跟叶伦 当然讲的这是关税问题 然后在七月七号 李作成跟美国的参谋首长 联席会主席 也就是这次的秘密 视讯又不欢而散 最后就是王毅 在印尼为了G20 这次的见面 他们谈的是G20 我们各自要做什么动作 全部讲的都是什么 台湾 全部讲的是两岸 全部讲的是南海 美中在短短五十天之内 上面高层讲的五次 我们还觉得这没什么吗 裴洛西再加码这一把 如果他真的过来了 你确定没有任何的事情会发生 还是说中间会求了一个什么平衡点 就算我Landing 就算我下来 你恐吓我到某一个地步 我给最后 我最后因为时间我给大家看 这是我看到环球时报 以来我看过最狠的一次字眼 他里面讲的就是 绞型架 高压电 环球时报 这是大陆解放军鹰派的态度 充满了死这个字 你确定要这样玩两岸关系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播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乌的动作 是不是也逼着这个俄罗斯 现在因为被制裁被孤立 现在他更积极的往其他地方来拓展 包含了非洲 包含了中东 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全世界最长的核潜舰 俄军现在入手了呀 那这个潜舰就叫做 别尔戈罗德号 他现在已经交付给俄军了 那现在CNN的解读就是说 这将会重返冷战海底对抗的时代呀 那另外这个陆制的红舰12反坦克导弹 也支援俄军 是不是准备要来对付北约 然后援助乌克兰的坦克呢 那俄军呢 他们自己其实也拿出了 这个高架的S300飞弹系统 来攻击乌克兰的地面目标 人家就讲说 这杀机也有牛刀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非常多的一些最先进的武器 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是不是要准备加入战场了呢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有得到一个新的援助 可是他自己好像不太满意啊 因为美军现在考虑说 要给乌军提供A10 这个游珠攻击机啊 那乌克兰的官员是讲说 这个A10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啊 太旧了呀 这是好几十年前的 我们要F16啊 那因为这个泽伦斯基 他现在还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 他说他要尽力造成敌人最大的损害 永不放弃自己的独立啊 他就是所谓的就是 造成俄罗斯最大的损害 他们还想要有反攻的动作呢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像拉夫罗夫积极的拓展 就是避免俄罗斯被孤立 所以他去到了非洲 7月23号他首站抵达了开罗 那此行就包含了像是伊索比亚 还有乌干达还有钢果 那德国之声就解读说 这个是俄罗斯企图要打破外交孤立的状况 拉夫罗夫就说啊 其实他们这一阵子看到这个阿蒙啊 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这个立场 让莫斯科非常的称赞 因为他并没有一味的导向美国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要拉近跟非洲这边的距离 所以他在24号的时候 就在开罗跟埃及的这个总统来会面 那同时他也讲说 欢迎埃及在上合组织 跟金砖国家的合作意愿 那重申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商 会履行所有的合约承诺 除此之外呢 他也抵达了钢果 也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的外交访问 那反过来看 非洲跟欧洲之间的合作 倒是难题重重 比方说像是在非洲 他这个中企现在越来越 领先欧洲这个竞争对手 中国企业在这边的琢磨更深 所以欧盟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建立 非洲的投资银行 并且给予授予快速的决策权 那我们看看肯亚的经济专家就讲说 其实他对比欧洲跟中国大陆 在非洲这边的建设 他说同样是修路这件事情 中国他会马上有所动作 比方说他们会先问说 从哪里铺到哪里 可是欧洲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先厘清有几只昆虫会经过 所以有点讽刺 他说欧洲的这个实际上面的作为 这行动力不足 那现在中东这边也是出现了变局 比方说像是普京 亲访了这个伊朗之后 跟这个土耳其 伊朗三方的峰会之后 普京刚走 欧洲也赶紧要过去 就是我们最近看到 马克宏 他现在也跟伊朗通上了电话 他就说重新谈了这个伊核协议 他说伊朗必须尽快做出一些明智的抉择 恐怕欧洲也感受到说 这个拜登这一回的中东行 感觉上没有什么成果 所以欧洲是不是也着急了 不能全部通通都交给美国 因为美国在每一件事情 今年的外交事情上面 好像都没有做出成果 所以马克宏是不是决定自己不忍啦 自己出手啊 就像是他之前也都要亲自跟普京去谈 那纽约时报的看法是说 现在这个土耳其总统啊 因着这个俄罗斯 已经真的是逼疯了拜登了 那甚至外交政策杂志都讲说 华盛顿也不再负担得起北约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美国在全世界外交实力上面 不断在萎缩 那欧洲好像又难以跟中俄抗衡 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上面 因着这一场战争真的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洗牌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我觉得这个潜水潜见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变化 也就是俄罗斯再一次的重返 跟美国的海底的这种战略竞争 那个有没有记得我们以前有部电子 《猎杀红色十月》 对不对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拍得非常好 而且就是在冷战80年代的那个时候 的电影苏联的这个潜舰的领导人舰长 就是叛逃 美国怎么让这个接他回来 那因为那个潜舰具有非常特殊的 先进的就是说这种逆踪啊 或者是说避免雷达侦策的这个技术 现在这一招这个别尔戈罗德号 他有一百八十四公尺长 所以全世界最长 那他为什么这么长 他其实可能会放六到八枚 很特殊的这个鱼雷 鱼雷飞弹 这个叫做 谁下的鱼雷 叫做什么 博塞顿 博塞顿这个鱼雷 为什么它这么特殊 只有六枚这么长的 一百八十公尺长的这个潜舰 这个鱼雷里面可以放小型的 核反应炉 所以它可以很长距离的 当然是避开了任何的侦测 然后呢一定有一定的这种 寻异的这种功能 去攻击敌方的海岸的城市 而它这个鱼雷可以装 几百万吨的核弹头 所以一个核弹头又加上 它鱼雷本身有核反应炉 这是个绝对的 而又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 在哪里的海底下的核动力潜舰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核子的嚇阻 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 从俄乌战争发生到现在 美国跟北约强调再强调 绝对不会派一兵一卒 而且海马士这个火箭弹 最近有一点把俄罗斯打得 有一点鼻青脸肿 但是呢 那个奥斯汀说 绝对不可以打超过八十公里 也不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甚至克里米亚都 他都不准乌克兰去打 射线 所以他也就是说呢 他绝对不会美国跟北约 介入到俄乌战争 变成直接的美俄战争 那就是核子战争 因为大概有个统计资料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 九成以上他的战略武器 根本都没有动 他也许出动了几次战略轰炸机 输这个 输武器 然后有发射大概两枚三枚的那个就是匕首超音速飞弹 那除此之外他都没有用真正的战略武器 也就是说核武方面他完全没有动 所以美国这边完全就是说 不敢去跟他直接在俄乌战中对当 那这一次的这个潜见在这个发展 他这是第一招 他可能说还会有三招 所以这就等于是说美俄之间在核子 至少是在这个海下的这些这个潜见 是完全对到了 那这里面就延伸出来另外一个东西 从俄乌战争之前就开始了中俄战略合作 那中俄战略合作从北京的角度看的是什么呢 它当然油跟气这是一点 地缘的影响这是一点 其实这个弹道飞弹也是一点 这个核子弹头也是一点 俄罗斯大概有现在5800枚核子弹头 美国大概是有6300枚 中国大陆被公布的是320枚 最多一倍也不过640枚 所以中美现在对抗 你光是就这个核子弹头就成为 这个很大的这个不对等 虽然核子弹头不一定能够这样子加减 但是如果他跟俄罗斯在战略合作上一起 那其实美国就对于中国 你说要发生直接的战争 我们刚刚讲到 Nancy Pelosi来美国会派航空母舰来护航吗 不可能 因为那个会可能产生 中美之间的核子大战 而中俄的战略合作 就等于是把这个数学等号跟加号算进去了 那现在你看到他又在做这样子的核子显现 所以未来我们又有一点重复 看到冷战时代那种战略的吓阻 跟这种甚至核武器的这种恐怖平衡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冷战真的又回来了吗 现在冷战的模式 因为战争是根据历史的轨迹 只是东西加以变化而已 原则都是不变的 刚刚杨复秘书讲的核子武器不是看数量的多少 因为这种数量的增加就是保证毁灭一次 保证毁灭二次 保证毁灭三次所过量的存备 现在的那个洲际导弹 像这个超音波 这个超音波变轨变距的这个飞弹 美国拦不住 但是一个飞弹可以有十个弹头 所以我有十发飞弹进来 可能就变成一百个大城被签灭 所以这个不是完全看数字对比 老旧的那个核子弹头 它洲际飞弹 不一定飞得进来会被拦截掉 第二个 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冷战期间 苏联的潜艦技术很好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最静音的 就是击落级的这个潜艦 后来美国迎头赶上 现在因为欧亚跟罗斯安威勒 这两个层级的这个美国潜艦相当厉害 一个是专门猎潜艦的 一个是打洲际飞弹的 俄国这次搞出来 最厉害的就是叫核动力的鱼雷 一般的鱼雷打个几十公里 十几公里去打船 那这个是什么 核子动力的鱼雷 可以打几百公里以外的目标 所以打都市打港口 我在大西洋 在太平洋 在北极洋 随便前一条这种船 他把你所有的沿海都市 都给你干掉了 所以这个威胁很大 第二个俄乌战争 因为俄国很早就算准了 就是说我的对手不是广乌克兰 后面一定有北约 所以你看他讲的战略武器 他并没有大量的使用 他就是把库存的 二战以后的坦克车 这些用上伤亡蛮大 所以逼得他现在 既然你有海马式了 我的精准飞弹就出来了 那么随着北约增加的这个模式 他会来应用他的武器 但是美俄之间有默契的了 不准海马式超过80公里 那为什么给台湾的那个F-16的飞弹 300公里那个就不给你呢 是一个模式 他说你们就慢慢打 我要你就是消耗 你不要惹火烧身把我拖进来 这是我认为美国最可恶的一点 全世界点火头 点完又不负责任 你去烧 死人家的孩子不死自己 这就是他的这个最简单的战略思考 你看 俄国战争打到现在谁最亏啊 欧洲最亏啊 眼看的希腊崩溃 意大利崩溃 整个欧盟就垮了 赚了钱 美国还没少钱 他的俄国油拿来再转卖出去 瓦斯也是一样 他美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商人 我跟他们打交道到最后 我都发现战略上 军售上 国际外交上 他是最精明的商人 但是后一阵他没算好 现在就把后一阵报应到他自己头上了 所以我讲 俄罗斯的杀手武器还没出来 第二个最可怕的是 用杀手武器的决心 普丁比谁都强 这是美国 中国最担心的事情 好 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有志哥 因为其实看得出来 这个欧洲的确现在蛮惨的 那惨到什么样程度呢 因为俄乌就在欧洲旁边 欧洲一定被卷进去 所以当然现在 中东也在欧洲附近 所以当然马克宏很着急 美国你在那边到处点火 可是我们欧洲真的不想跟着你玩下去了 重点就是石油 那其实大国之间的博弈 看的就是实力 除非你有休息抵德陷阱的焦虑 可是不容易 你看两个比 拜登去找了沙烏地阿拉伯 然后碰一鼻子灰 他在自己白宫还得说 我自己今天完成的使命 但是才刚前脚踏出去 所以后脚烧掉了我去跟人家签约 对